我們看一下這裡 他說下列合者正確 這樣行不行 我一個一個判斷一下 他說A的G類值大於B的G類值 則A大於B 對還錯 對吧 這隨便這基本觀念嘛 行不行 為什麼 比如說負G類值這負3的G類值 負的G類值有沒有大於負3的G類值 有 那負有大於負3嗎 不一定嘛 行不行 再來B選項 AG類是大於B的G類值 那則A乘3A加B會大於0 對不對 你觀察一下 像這種負負的G類值 我就怕它出現什麼號 負號的時候 因為我想過 這兩個都是正號的時候 那5大於3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這正號 這兩個相加也是正號 正加正一定什麼號 正加正一定什麼號 正號 所以正正的正 那如果說這AB都是負號 比如說這是負7 這是負3 那你看一下 A是負的 A加B也是負的 那負負也得什麼 正 所以說最低 這個G類值大於它 所以說可能這兩個都是正的 或是這兩個都是什麼負的 這樣行不行 或者是這兩個數字加 一正加一負 那一正一負當中 可能它是7 它是負3 對吧 那你看一下 A是正的 那7減3也是正的 那正正還是得正 或是這邊 A是負3 負7 B是3 A是負的 那負7加3還是負的 負負也得什麼 也得正 所以說不管這兩個是正正 還是這樣是負負 或是一正一負 或是一負一正 這兩個相乘都會大於 對不對 對 所以說B也是對的 所以說像這種題目 你不曉得該怎麼辦 你就直接帶數字 好不好 噴到G類值來講 比較麻煩 這樣行不行 你必須要討論什麼 正正 負負 正負 或負正 這樣行不行 一個一個討論 這樣行不行 再來 他說A的G類值加上B的G類值 會大於等於A-B的G類值 對不對 其實老師不是加嗎 這裡稍微修正一下 老師把它調整一下 老師把它解釋 A的G類值加3 我把B的地方改成-B 有沒有差 沒差 這兩個相加會大於等於多少 把它合併起來變其 A-B 對不對 所以我把這邊改成這樣子 可不可以 所以說這兩個相加加起來 會大於等於它 對不對 對 所以說C是對的 這樣行不行 對吧 因為寫B的G類值 寫-B的G類值 這是一樣的 對吧 所以說這兩個是一樣 這兩個相加 有沒有大於它 有 對吧 來 再來這題 那如果A的G類值加上B的G類值 大於多少A加B的G類值的時候 則 A可能就會小於0 對不對 基本上這兩個相加會大於等於它 什麼時候等於 當然A乘B是同號或是0的時候 也就是A乘B大於等於0的時候 會等於 那什麼時候會大於 當然A乘B這兩個數字要加 你不要去記證符號 你要知道這個條件要成立 可見A和B要什麼號 同號 所以B要同號或是幾 0 所以說這兩個要同號 所以相成要什麼數 正數或是0 好不好 要等於一的時候 這兩個要同號 知道嗎 OK 那要大於一時可見 這兩個怎樣 一正一負 那一正一負可見 A乘B小於0 所以說這是對的 好不好 請問請你這樣記好不好 正要成立來講 這個條件要成立來講 基本上 對吧 這個要變成大於0 要變成大於 所以說A乘B 要一正一負 一正一負可見 相成小於0 對不對 對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齁 再看一選項 一選項 來 這兩個要等於他 可見這AB資料 要同號嗎 可見AB資料 相成要怎樣 大於等於0 這樣行不行 要同號嗎 可不可以齁 那老師這怎麼辦 欸 這怎麼變緊了 一樣 老師剛剛講過 你可以把這ALGS不動 加上 這變成C變成-C 有沒有一樣 有 這時候要等於A-C的話 這時候這個式子 上面這個式子 老師可以改寫成他 行不行 好改寫成他之後 你看一下 今天等號要成立 可見這兩個數字本身 這兩個數字本身是要同號 所以說這兩個相成 乘起來是起 負了AC 這兩個要同號 所以乘起來要大A等於0 可見A乘C會怎樣 小1等於0 那你看一下 剛剛教過你了 A乘D要大1等於0 現在又說A乘C要小1等於0 那老師問你 那B乘C 老師可以得到一個人說 B乘C B乘C怎樣 因為你看 拿開A 拿掉A說你看一下 可見B乘C會怎樣 一陣一負 B乘C一陣一負 可見B乘C會怎樣 小1等於0 對不對 好 在B乘C小1等於0 這邊情況是這樣 你看這個條件 那一樣 你可以把這改成多少 這B的GX 對吧 改成B 加上 C的GX寫起 寫負C 會等於多少 這時候B-C行不行 所以說這題目是可以改成這個樣子 所以說這就不要理他了 所以說你看一下 B乘C 但是這邊是負C對不對 可見老師可以知道 B乘負C會怎樣 大A等於0 這兩個是同號 這兩個既然是同號 所以說這兩個相加 這兩個是同號 相加高等於他 對不對 對 所以E也是對的 可不可以 所以說你要注意聽 這要等於的時候 這兩個相加等於他是 可見A和B要同號 對吧 或等於0 對不對 那這兩個相加比他大 可見這A和B加一正一負 一正一負 可見相成小20 那這也是一樣 好不好 這兩個要相等 可見A和B要同號 同號來講 可見相成大A等於0 對吧 這題目改成他 就可以變簡了 這題目改成他 就可以變簡了 這樣請問請 把C改成負C 這兩個相成要等於他 可見相加同號 或是0 所以說相成小20 A成C小1等於0 透過這兩個之間的關係 可見我知道B和C會怎樣 一正一負 所以相成會小1 那B和C相成一負 今天要討論B和負C嘛 對不對 所以說把C改 小1變成 這兩個今天是不是大A 這兩個相成大A 可見這兩個是同號 這兩個是同號之下 這兩個相加高等於他 對不對 對 所以E是對的 這樣行不行 行好最終答案是誰 B C 書 E OK